好,关于这起车祸的最新情形,我们将会持续为您来关心 接下来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在台南市有一名两个月大的女婴 喝了牛奶三个小时之后,却是脸色苍白,呼吸困难 保姆紧急帮女婴做心肺复苏术,但是送医后仍然不治 而院方呢,初步诊断发现这女婴似乎是被牛奶呛到 但是正确的死因仍然是有待解剖鉴定 而事发之后,女婴的父亲难过的表示 猝死的女婴是保姆照顾的第二胎 呛乃猝死,让她跟太太无法接受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119的救护人员帮女婴清出口鼻异物后 立刻装上呼吸管 而保姆也急得在一旁帮忙按压 随后帮女婴的心脏按摩 两个人奋力抢救两个月大的女婴宝贵性命 但无奈,两天后仍然不治 保姆难过的表示,出生两个月大的女婴 在喝奶三个小时后,嘴角不断有牛奶溢出 脸色变得苍白,呼吸困难 她当时紧急帮孩子做心肺复苏素 同时送医,但实在太突然 家属质疑可能天气冷,被子盖住口鼻女婴才会猝死 但详细死因人有待解剖后才能理清真相